本世紀視頻屆有兩大片局 大家好,五十時間 這段影片跟大家討論一個相當有爭議性的問題 話說有位網友昨天在我一段影片樓下做了一個留言 我覺得這個留言值得討論 這位網友認為,計Y2K之後 本世紀視頻屆有兩大片局 它認為BSLR,數碼單反和呼飛 這兩個是一個本世紀最大片局 我記得前年我曾經拍一段影片介紹EOSRP 這個標題當時有這麼寫 新手學拍照,單反好還是無反好 其實主要是介紹這台新相機 當時的新相機 但我帶出一個話題 新手當時是買單反好的還是無反好的 當時我見論是怎樣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今天這位網友的留言 這是一個新的留言 為了公平起見 我整個留言以下讀完 計Y2K之後 本世紀視頻屆兩大片局 DSLR和Full Frame 欺騙了大班無知群眾 那麼SLR就是單反 在數碼視頻上毫無用處 可有可無 Full Frame其實只是Sensor尺寸 如果你並非從30mm系統轉過來 一點意思都沒有 嚴格來說 ABSC和M43都可以叫Full Frame 前提是如果你明白Full Frame是說什麼的話 他繼續說 多年來出於商業原因 廠商成功營造了BSLR和Full Frame 是代表專業和高級 網上講相機的 亦都不會解釋SLR 即單反相機的設計原理 如果當你知道SLR是怎麼來的 你就會了解到 在數碼視頻上 SLR是多餘餘的 多話是他說的 我讀的 這段說話 我覺得值得大家討論和深思 當時我做了一個回應給他 你的說法比較少人明白 基本上是正確的 但我認為廠商沒有刻意營造 DSR和Full Frame 是代表專業和高級 這是發展過程造成的氣氛 如果身處於2010年 你覺得DSR跟無反有沒有分別呢? 這位網友留言 我真的覺得值得大家討論和反思 我想今天和大家講一下我底法 以我們這群飛林走過來的人 我絕對明白到 這個世界存在不同的蝙蝠 在我們當時 最多人用的就是 35米尼蝙蝠 或者Order的13米蝙蝠 13米飛林的編號 除了這個蝙蝠最流行之外 很多人用的有120這個飛林 這個飛林底下已經有很多不同的蝙蝠 120有不同的蝙蝠 最多人用的有66 即是拍攝Flashen那一班 小小小的有645 即是現在數碼中幅的 大致是相當於645左右 再小小小 在66以外還有67 商業上也有很多人用的 67之外有69 69是來拍攝這個風景 也有69 再大一點還會有 去到Panama也有 120以外 在樓下 我們在飛林上 我們有 鹽餘一些的用126 鹽餘一些的用127 占士邦用110 這個特曝飛林 除了這些 卷裝飛林以外 還有片裝飛林 商業上最多人用的有45 45是否大 對於距離不是大的 45以外有8x10 所以蝙蝠是有不同的 每一種都是自己的Full Frame 這位網友 留意是對的 如果你明白 Full Frame在說什麼的話 所有獨立 是成為一個格式的飛林 自己都是一個Full Frame 如果真的看著 這個數碼相機的發展 你可以了解到 所謂APS-C 其實是一個自然產生的蝙蝠 數碼相機最早期在90年代初 從成形開始 開始柯達做的時候 所有的蝙蝠 根本是一個小蝙蝠 到2000年之後 最早期的是數碼相關機 一些連鏡頭相機 2000年之後 慢慢就出現了 一些數碼的單版 最早期的數碼相機 用的蝙蝠 就是沿用了一些比較小的蝙蝠 但是他們用的鏡頭 用的機身系統 就用了135系統 所以在這些135的機身鏡頭系統 底下 用一個APS-C的格式 確實是用不進鏡頭的影像圈 亦是有些朋友 用慣了透視的感覺 用慣了拍攝的角度 假如你的Sensor更大 是不是會更好 其實根本是用家的需求 而並非廠商 對於廠商來的 如果在2000年代初 他們真的很困難 做到全片蝙蝠 Nikon當時做不到 Canon做不到 甚至Order都未做到 最早推出的Full Frame相機 是甚麼呢 已經倒閉了一粒的Context 最早的那一部 第一部 你細猜不到Context 但是 當時很努力做這部機 結果一家公司倒閉了一粒 完全搞不定 除了Context N1 同步差不多 比N1更早宣佈的 就是Pantex Pantex當時曾經設計了一部 他們的第一部相機 就是Full Frame 全都展覽了 我早幾天有段片 是講Pantex 我都展示了這部機 結果這部機 從來沒有出過 結果在三年之後 Pantex出的第一部 數碼單反 就是APSC APSC 是它自己成型的一個尺寸 它並非出了 所謂 現在大家叫Full Frame 那些135格式 Sensor之後 剪出來的 它是比所謂Full Frame 即135格式 數碼相機 更加早來到這個世界 而它這個格式 是自己成型的 自己存在的 不僅是最早期的廠商 拿了135 所謂Full Frame的鏡頭 所謂Full Frame的鏡頭 所謂Full Frame的機身 用在他們的 所以 APSC 自己也是一種 他們的Full Frame 說到M43更加好笑 M43本身是一個 完全沒有經過 135 跟135完全無關 是獨立設計出來的 一個蝙蝠 完全獨立的 幾間公司 包括Panasonic 或者Olympus 他們一起合起來 發明了一個 四三蝙蝠 他們做原生的機身 原生的Sensor 完全跟135無關 他本身是Full Frame 我記得當時 Olympus 出了他第一部 四三機 宣傳說 他們才是真的Full Frame 我真的不知道 如何解釋 這些資料 在網上 已經很難找到 我現在親耳聽到 他這樣跟我說 OK 不要緊 所以每一種格式 在他本身 都是他本身的Full Frame 現在大家習慣 為何我們叫135 Full Frame 正確來說 是說135的Full Frame 所以不一定需要他 你可以大開開心地用M43 你可以大開開心到APS-C 但為何我們這麼多人 中用Full Frame 幾個原因 一個原因就是 真的有些人會覺得 他真的高級一點 原因就是大一點就高級一點 等於我們現在覺得 中片幅會高級的Full Frame 你不能不認同 中幅相機是貴很多 中幅相機 他的Sensor大一點 他的Pixel也大一點 他拍攝的相片真的好一點 所以中片幅就比Full Frame 反過來 Full Frame 由於Sensor大一點 原則上 如果在像素相同底下 他一定比APS-C 一定比APS-C 也是這樣的原因 他原則上一定比APS-C 的質素之外 還有很多技術上的問題 例如 Olympus 他的避震真的很強 他真的很正 但問題是 除了他避震很正 其他方面 他的Sensor小 很多人就不喜歡 這是消費者的選擇 所以這位網友說的 是對的 APS-C M43 不一定低級過 這個所謂Full Frame 所謂Full Frame 是大家叫的 所以這完全是 消費者的選擇 廠商對Nikon 對Canon 對Sony 我覺得他們只是在商 營商做生意 他可以很努力做 他們所謂Full Frame 如果大家追求APS-C 我相信他一樣 是很正的 這方面是商業的考慮 OK 到一會 除了說Full Frame 單反和無反 我覺得這也是要討論的 至於網友提到 單反這種設計 在數碼年代 是毫無用處 可有可無 原則上 我都覺得 大致上來說 你都可以說 他是可有可無的 只是毫無用處 這個我覺得 見仁見智 OK 我想跟大家說說 究竟 數碼單反 是否在數碼時代 完全毫無用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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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